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逆更频道。 这一集就与大家讲一个网友的报料。 这个报料我听完之后, 其实觉得现在是有不少人打算找这些小业主的笨。 怎样找小业主的笨? 其实这个事件以我了解就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甚至乎香港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什么事呢? 原来他说道这位报料的网友他住堂楼, 突然之间有一天, 家里楼下突然贴了几张报价单出来, 他不明白是什么来的。 跟着都问了周围的业主,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报价单出来。 这份报价单是说什么呢? 这份报价单是说P级和M级楼居共同部分维修资助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政府去补贴给那些三十年楼零的楼, 去做一个公共部分的翻身, 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 有兴趣的可以查回的, 但是今天最主要讲的, 不是这一个资助, 而是他们和大厦的业主竟然聚在一起看, 无人知道是谁去拿这个报价的。 还有一点, 他们是无业主会的, 到底是谁代表他们去看场, 去做这个报价呢? 而且这个报价是不便宜的。 我就这样纳一纳满地看, 其实是20万左右的报价, 但是是前后座的, 即是加上可能有四五十万出来的, 可能还有一部分要追加呢? 话就说可能有政府资助, 但是有时候追加的东西有机会是要自己给的。 后来他也了解到, 整栋大厦有五层, 前后座加上有四十个业主, 算下如果前后座加上要四十几万, 每个业主都要拿一万元出来的。 当然啦, 这一个是政府资助啦。 然后呢, 这一个网友说道, 说无端端这间这样的公司, 就派了个阿姨过来叫大家签名, 还说有两个单位的业主找了这间东西, 入政府名单。 但是啦, 叫签名的时候这两个业主就无出现。 而且刚才都讲到啦, 他这栋大厦其实是无业主会的。 其实现在市道这么差, 你这么硬来, 好像有少少抢钱的成份在这里。 那当然啦,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他的业主都很坑头的。 而且最傻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贴了一个开会的召集书出来, 那这个开会召集书也都没有经过他们业主的同意, 要召集了他们业主出来, 而且他连日期都打错的。 现在已经是2024年啦, 他的会议日期竟然打了2023年12月5号, 后来才改回日子1月5号。 而且这一个日子出到来是无出现过的, 整班业主在楼下等都见不到人。 那他们的业主跟我说回啦, 说似是工程公司想找些业主老衬。 根本都无人想去做些这样的事, 无端端搞一搞。 而且他那张这样的纸, 是无召集人的, 无论报价也好, 或者是叫人出来开会的召集书也好, 都无召集人的。 那到底是代表哪个人出来做些这样的事呢? 而且这间公司只是派个阿姨来贴报价, 即这个阿姨就做了坦克啦, 如果被人骂的话, 就等个阿姨被人骂, 就叫大家签名, 逼你签名的。 那跟着我这个网友就讲到, 他在这个事件里面, 他问过其他业主, 基本上大部分都不知什么事, 有些无出现,他无问。 而且就连是在这个大厦做清洁 或者是做少少维修保养的人, 都不知发生什么事, 他们以为是管理公司召集, 可能以为是叫做动大厦出了问题, 需要这样做, 怎知原来是连管理公司都不知发生什么事。 这位网友就跟个阿姨讲, 这里无人会签这件事的了, 你就马上走啦。 其实我刚才都讲到, 他们大厦就无业主会的, 搞不到你想做的所谓资助, 这个阿姨竟然跟他讲一句, 说我们报价好便宜的了, 你搞业主会有时间搞啊, 那不如你的业主签了名去啦, 那那那声帮你弄了他嘛。 其实他是叫做, 焗你去签的。 这种这样的情况, 竟然都在澳门出现得到。 我听回来都觉得几惊奇的, 因为这样焗你去做这些维修保养, 虽然有政府资助, 说就说免费, 但是都要惊人同意的嘛, 你不能够自己偷偷地进来看完场, 报价帖出来, 就博大慕地叫业主去和你做这些这样的事。 那其实现在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差到这样啊, 连这些公司都要用这些这样的手法去拨生意的? 那我相信这一种做法肯定不是个别的事件来的, 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公司都是用这种手法去做这些所谓的销售啊, 或者是哄业主落搭的。 那当然啦, 如果互数小的业主就可能很容易落搭的, 因为觉得换下都无所谓啦, 换下大闸换下电线嘛, 那有资助就一定拿啦, 不要吃虧给他嘛, 但是有些业主就提到了, 你都没经过我们同意, 这样硬就来的, 都不知头不知路你是什么公司都不知到。 就这样堆几份报价过来就要他来签, 万一签了名之后, 你走路呢? 或者是硬要我们跟住那个报价去给钱你那怎么算啊? 那有些事不能够乱签的嘛, 那等下签了, 你伸不到政府资助, 喂, 你条数哪个强啊? 真是每个业主拿一万元出来给你家公司呀? 不要玩啦! 那对这些公司来说呢, 其实他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你这些业主签了名之后, 就算好像我刚才那样说啦, 你批不到东西出来, 他仍然是可以凭着你这份报价去收你钱的, 他话就话, 共同部分, 资助, 计划啦, 那但是如果批不到钱出来, 是不是都要你够先, 还是你这间公司跟我捆了他呢? 那肯定不会做蝕本生意的, 那可能这一类公司呢, 就是看中了是这些这样的堂楼大厦, 是没有业主会, 管理松散, 贴什么出来呢? 那些人就可能猛性性, 甚至乎是想骗你老人家。 其实他成本好低的, 他过来看一看墙, 即是潜入你大厦, 看一看, 看一看, 那然后啊, 是不是都要换灯啦, 换电线啦, 换水喉啦, 那可能换个铁杂啦, 跟着就可以铁份报价出来的啦, 那报价报了出来之后, 你去做的话, 就落财咯, 那他就可以开单咯, 其实真是没什么成本的, 他最大的成本, 就是要去找人看场, 回去公司做报价咯。 那所以呢, 报料的这个网友, 这些小业主, 其实都几惹的, 是无端被代表咯。 那如果你说有商有良的, 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 未必会那么大反应, 但是你无端端就贴张这样的东西出来, 就叫人签, 叫人给钱, 签名不是能够乱签的, 特别是这些和钱有关的事件啦, 你连公司介绍都没有, 就过来, 在这儿, 贴张报价, 又去召集这个业主会, 但是你没有权力去召集这个业主的嘛, 你连召集人都不敢写出来, 就举份东西叫人签名, 和我看回, 他那个召集书应该都是模板来的, 那有没有机会是用这些这样的方式去招生意呢, 那我真是不知道啦。 那大家身边有没有遇过一些这样的情况呢? 那以我所知, 这些这样的情况, 在香港是时不时都有发生的, 澳门反而是最近听到有一两件这样的事件出来, 而且这一次有网友报料啦, 那整个事件就比较清楚清晰, 那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事件, 查一查这间公司是什么抵势, 和问一问其他业主有没有人找过这样的报价公司来报价, 那还有, 正常的工程应该是会有一个负责人过来跟你谈的, 谈完之后, 你们业主那里是要有一个代表出来知道谈过些什么, 有一个会议记录等全部业主是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不是贴张报价出来硬要你签名的, 你这样半推半就签了名, 到时有些不认同的业主是否批不到资助出来他都要付钱, 那我当你前后座加上45, 那这个报价前座的后座一样价的话, 那40万啦, 无端端拿一万元出来, 不是个个业主忽然之间拿得到的, 假设你个资助批不到出来的话, 世事的事好难说的, 你怎能够保证得到一定批到呢? 所以这些这样的事, 大家都是小心点啦。 另外再讲到个题外话, 年尾流流啦, 就来到新年, 最近亦都有不少网友跟我讲, Ngom la , 前往你搵无人 , 它的暗课我们常常曾经说, 他们把门钟被门糊被门, 去大到外面, 谁要盟 rejoice和门事去大门ув室? 其实这样的情况, 处于连维留留有一些财子弃在那趁机美人没有人, ع hell 钱小 exposed 曾见你吃白癒ourse aux frente 網友也好,大家也要小心啦! 今集先為大家看到這裏 如果今集所講的內容你有遇過的話 下面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